还有上百个奥特曼纽带没有拆 咱们继续 先来挑一下啊 这个红的很别致啊 来拿一个 再选一个 再选一个蓝的 这个咱们上回拆过了 换一个 这个红的很别致啊 再拿一个粉色的透明的 来先拆他们三个 兄弟们我敢保证啊 这里边有一个奥特曼纽带 你们绝对没有见过 而且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但是呢 他也是一个奥特曼 这是一张奥特曼的一个说明书啊 上面的话有两个杰克奥特曼 还有两个迪迦 我去 就这还有一个闪耀迪迦啊 太帅了 来直接开始拼装 看一下这个头雕 兄弟们我想问你们一下 初代奥特曼和杰克奥特曼 应该怎么分辨呀 我这个奥特曼他是谁啊 是初代还是杰克 我有点分不清楚 感觉这两个奥特曼差不多 OK啊 兄弟们 拼装完成 现在你们知道他是谁的吗 他的背部 有很多小裂缝啊 把这个角垫给他装上 做一下固定效果 有点不好装 来 他这下第二个 红色的 我去 这赛罗奥特曼怎么是个黑色的一个头雕呀 难道说他是从非洲过来的吗 来 咱们先给他评装一下 你是这平淡的日子里 我偷偷加了一颗糖 考你每个问题 你们知道 这是赛罗奥特曼的什么形态吗 他的背部啊 有一个发光的一个导流板 可以发光 咱们给他弄好了 来兄弟吧 看一下他的发光效果 我去 全部都是红色啊 这也太帅了吧 兄弟们 包括计时器 都是红色的 来 把酒链给他装上 固定一下 兄弟们 这第三个奥特曼啊 我敢保证 你肯定没见过 如果你知道的话 可以把他名字说一下 我觉得你们肯定不知道啊 他的头顶上 有一个绿色的五角星 计时器也是一个绿色的 看到没有 来给他拼装一下 这个拼装比较别致啊 特别 OK 现在你们知道他是谁了吧 我就说吧 你不会知道的 因为这个奥特曼 我自己过也是第一次玩 听说他的实力 比那个赛罗还要厉害啊 来看一下展示效果 还是这位捷靠奥特曼 更帅一些 你们说呢 咱们一共拆出来了六位奥特曼 这些你们都见过吗 后面还有满满大箱 咱们下回接着拆 就什么 还有更多 你们曾经都没有见过的纽带啊 你是这平淡的日子里 我偷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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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